拉网能摸到顶度 拉网手上还三气啊 有机会 哎呀 又没有机会了 给了你机会啊 OK 来看一下小孩的杨连娜对战大表哥的K大使啊 K大使跟杨连娜是多一个手法 一头绿发的杨连娜 你见过没有啊 绿色的小皮鞋啊 对一身趁着一个绿色的小 比赛刚刚意味掉下原因啊 重新开始了 这空间是一身绿装的King 咱们翻成中文买的话叫做琼 空中的毒射机 那现在再次跟地方做一个CD 眼前呢 还在套路代表哥 代表哥重腿代皮C脸 可惜这个气爆的怎么说呢 没有太大的伤害 因为只是中间的没有太多资源可以利用 都喜欢绿色吗 他们对绿色有一种喜好吧 都是绿的 看起来这个亚连娜不想这么快就放弃了 还要挣扎 表哥一个堵车机解决了亚连娜拍摄的机构了 还有一个侍娘大长腿 嗯 这个内向压制 伊迪斯阿白也是好久不见了 首发版本还能够看到他 但是经过更新之后 再也看不到他的身影了 沙白的优势没有建立起来 又被拉网关厕所围堵 要么是上段 要么是中段 要么是下段 拉网能摸到顶度 拉网手上还三气啊 有机会 哎呀 又没有机会了 给了你机会啊 师娘大长腿 比伊迪斯阿白的腿 还有长 叛递还那么快啊 有这个一气带顶点 鲍鱼杀 嗯 在这味很重啊 2比0小孩 2比0啊 3比0小孩 3比0小孩 4比0小孩 1比4小孩 2比4小孩 7比4小孩 2比5小孩 1比6小孩 就在炸腿 店鱼权 4比P-5大型 2比5小孩 2比5小孩 5大型 3比5小孩 2比5小孩 1比1大型 2比4小孩 全黄十五 全黄十五 伤害真的不够啊 随影这个超杀伤害真的不够 来看一下温妮萨 温妮萨的哈希 没有机会了吗 小孩被表哥的哈记关特佐了 咱们做什么温妮萨哈希政权 哇 稍微打空 表哥缺乏一个中角 伊斯拉要面对对方两管满血 属实是有点困难啊 库克里也是一个技巧性 非常要求比较高的一个角色了 好了表哥要解决库克里了吗 库克里现在被压制很难受 库克里又抓了一个起针头 出国牵制对方AB 伊斯拉反击成功 那看到对方的真气加射手杖 三气对三气 只是大表哥不到半血 优势在小孩这里 绝对优势 现在小孩需要一个爆气的机会 准备来一个顶点超杀 还想对空抓 没脸上 这里生龙单发缺了两气的超比萨 但是优势真的很可怜 现在比分12比1了 大家好 欢迎朋友来到红柱哥游戏起来 现在是小孩广东小孩对战 台湾一体大表哥的三问局 三问局战 温尼莎对战拉蒙 这边的话 温尼莎也是小孩在首发版本的主力之一 只是更新之后 他被削弱了 再也没有人用他了 打入冷宫了 拉蒙这个角色 大表哥用的也是格外熟啊 你看双方打着这一臂开始 胡哗的射了 飞一张上宝下盘两拳之后 想带正好拳 但是没点上去 拉忙去挑进板边 打中段 好的 抓起来是一个连生派生啊 就这个派生连 派生连段 连的 连的还有一个穷 大表哥有一个龙二 还有个尖尼特 从阵律上来讲 这一臂大表哥是绝对优势 没有问题的 但是小孩是不抛弃不放弃啊 哇连纳这个晃的 我的眼睛有点晕 你们晕不晕头的 中间战开始了 龙二这个造型的这个皮肤呢 是来自恶狼传说 他第一次登场恶狼传说 那个造型的 好 大表哥的龙二 现在手上有一切 连三级在手 开始打连段了 二红波子弹 这里下飞取消 射射攻断 打空 这个上段射射打空 被小孩带出去 买一套 蹦 怎么打起针子 又是一个小跳重腿啊 好了 现在的变局来对小孩的连纳取消 威德权取消出点点抄笔刷 伤害不是很高 连纳再给一下 大表哥的阿珍就没有了 阿珍手上有三气 但是只有一分血 相杀一波 还是没干过 The King of Fighters 15 2 3 2 2 3